香港昂船舟短船大火 对香港未来运气有什么启示 一骚装有金属废料 短船在香港昂船舟发生大火 烧雨5小时 烟雾笼罩整个西九龙 对香港未来有什么启示 归我所知 有东德学者 利用自然灾害现象 预测一个国家 地区的兴衰 屡次应验 火烧金属大短船在香港西方 水上大火 上离下坎 形成水火未继凶挂 后天西方是先天的东南训方 香港刚好在东南训方 西方属金 代表金融 金被火克 这种意象恐怕因了香港 未来渐渐衰落 金融中心地位不保 被中国海南省取而代之 在近的有2012年 10月1日南亚岛沉船事件 死伤惨重 南亚岛在香港西南方 先天属训 又关香港事 不久出现战中事件 在有2019年 反修例暴动事件爆发 远的有香港 1997年8月 香港发生禽流感船人死亡 扑杀130万只鸡 鸡12生肖有 代表西方有 香港在东南方 逊代表先天八卦有 故有鸡遭难 遇事香港未来几年有难 故 同年东南亚遇上金融风暴 香港金融市场被大恶 狙击 2003年沙士流行病 数价下跌七成 以下是外国曾发生过的事情 其一 1986年 明年4月26日前俄罗斯加盟国乌克兰在普里皮亚 济世切尔诺贝尔核电厂发生的核电反应炉爆裂事件事故发生在前俄罗斯首都克里姆林宫西南方 俄罗斯国家在北方 而西南方刚好是先天北方 发生如此重大伤亡事故 当时有东德学者认为 天有意象 是景未来 所以 他预测未来几年 前俄罗斯将解体 不出所料 1991年 前俄罗斯分崩离析解体 又 2001年911事件 恐怖分子利用飞机撞爆美国双子大楼 美国立国命工刚好在双子座 7年后 美国爆发金融海啸 2019年 澳洲和巴西历史性森林大火 澳洲在东半球的东南方 巴西也在西半球的东南方训方 是先天八卦西方 预示着代表美国的西方将面对衰落 全球霸主地位不保 果然 次年 美国遭19病毒沉重打击 可能一蹶不振 渐渐衰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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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